週一 韓國保健福祉部部長曹歸宏表示 政府對醫生集體行動的應對原則沒有改變 從週一開始將實施現場檢查 確認未返港人員 同時根據法律和原則採取措施 保健福祉部對100家醫院進行了調查 結果顯示截至2月29日上午11點 離開工作崗位的專業醫生為8945人 佔專業醫生的72% 政府的工作解釋命令的話 最低三個月的保健法律不可否 三個月的保健法律程度 最後就是要求職員在取消之成要求 必要的專業醫學活動地質 都要求取消費特別ぜ 互相採取的資本 等傷害了 據目指引的資本 推薦的資本 就可以取得到 針對醫學院擴招計劃 政府表示並非單方面決定 而是通過與包括醫療界在內的公民團體 社會各階層通過130多次的深入討論 同時也與醫協、醫學院院長等 進行28次磋商後敲定的結果 此前一天 大韓醫師協會在首爾如一島 舉行了大規模醫生集會 主辦方表示 超過三萬名抗議者參加 針對醫生集體抗議 年輕醫生反抗 同時表示 本週期啟動醫療改革特別委員會籌備小組 具體設定醫療改革四大課題 離開醫院的大部分專業醫生 直到3日長假結束後仍未回歸 政府將從4日開始對他們吊銷執照 及進行檢舉程序 另外 警方還要求 禁止四名醫師協會委員會成員出國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今夜韓國報導 日程朝日 今夜 約 20 感谢观看